杨子从小就会演戏 他属于一名童星 他在很小时候主演了喜剧家有儿女 他在里面是女主角 然年纪很小 但是整个电视剧都是围绕他们这 各家庭来写的 他的合作者是和他年纪相仿的 一山二人因为这部剧的合作关系 从此成为了朋友 并且在读书的期间 他们两个也碰巧成为同班同学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杨子看起来就很爱并且很娇小 让人十分想保护他 和他从小就合作关系的张一山 就在身后一直默默地保护他 正因为这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们都在热认为他们俩可能会在一起 很多网友都认为 张山是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他的 并且无私地帮他保护他 他很多粉丝都觉得张一山一直在按他 房子看到了也澄清了 说他们俩一直都是好 有的关系 他一直把张一山当做自己的哥哥 没往那方面想 张一山也告诉网友们说 他觉得羊比他小 而且又是高中同学两个人的情分算是好的 所以一直很想在身后保护他 虽然他一直张一山的保护 但是他自己的实力也是很强大 他的演技十分好 一直被网友们称赞 他接手的 视剧一般播放量都是比较高的 前段时间他和 为气质很好 并且长得也很帅的男明星李献合 共同担任主演的一部爱情连续剧 亲爱的热爱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 网上处都是这部剧的剧情 他与男主角的甜蜜爱情 时让人羡慕 真的是被议论的沸沸扬扬 他深受斯门的支持 与喜欢 一直被网友们称赞演技炸 最后希望他能够一直可爱 一直积极乐观向上 希望他的事业能够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